物有相似,人有相像,但是就像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,总是相而不同的,比如,李清和孙怡,左边孙怡,右边李清,李清虽然没有大火,但是演技炸裂,看过之后就不由自主的被吸引。 所以,人生赢家啊,算是比较早就结婚生子的女星,所以作品不算多,但是也期待着后世的更优秀的表现呀。 第二对,张雨琪和宋慧乔,宋慧乔是大家很早就很熟悉的外国女星,有很多优秀的作品,张雨琪作为某女郎出道的,优秀作品也来多,不看不知道,但是这样放在一起,还是感觉蛮像的啊。 第三对,佟丽娅和董璇,佟丽娅刚出道的时候就有人说很像董璇,但是两个人私下一点都不介意,是很好的朋友,就近两年来讲,董璇的曝光率并不如压压,可能是结婚后中心比较偏向家庭浪。 第四对,刘涛和曹熹乔,刘涛和曹熹乔的私照并不相似,但是两个人的这两张剧照放在一起,还是感觉很像的啊。 第五对,袁冰言和刘云,左边袁冰言是老九门李二言的丫头,名字不熟,但是脸还是熟的,右边刘云是郑军的妻子,也是演员,演技也是OK的。 第六对,许晴和苗普,许晴是少女感很充足的女演员,演技也是在线的,苗普比较低调,新闻也不多,走的是演员路线,所以平时也比较少有新闻。 但是很神奇的是她和许晴笑起来的时候很像,任有相似很正常,放在一起也是质味成分较多,毕竟每个人的路线不同,了解之后这点相似其实也不算什么。 这样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美,是好事情啊。 好事情啊。